那爸爸媽媽現在不在這邊 我就在想 剛剛是應該有蠻多話想講 那你不好意思啊 現在他們不在 你好好跟他們講 你要跟他們說什麼 爸爸媽媽謝謝你把我們兩個養這麼大 其實我們很愛你們 但是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們表達 看你們這麼辛苦 我也只能就是做好我該做的事 我好想他當我女兒 裡面有一萬塊錢 跟他們倆姐弟講 你就盡量拿去花 他竟然只花了 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剛剛爸爸媽媽在拿他 有些話他可能說不出來 你當時寫信 你說你覺得他們都為了錢 在發愁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開店的時候 有跟阿公阿嬤就是 掉錢 是 對 然後就是目前可能沒有能力可以去還 所以爸爸一直覺得很愧疚對不對 對 那你是有聽到爸爸跟媽媽在討論說 哇又要繳房租了 哇又要付什麼錢呢 是嗎還是 就是時間一到 就是會這樣講 爸爸一直很想要給我們很好的生活 就是他自己在為錢煩惱 但是他不會把這樣的情緒帶給我們 但是你們是不是我執著 有時候學校要繳什麼錢 可能是付什麼學雜費相關的 你們都不敢開口對不對 可能就晚幾天再講 而且可能都是班上最後才教的那一個 對 真的喔 對 我也能理解阿 就是爸爸媽媽可能真的很煩惱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敢跟家裡說我要用到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你的衣服破掉 我們覺得很 沒有我買一件只是剛好今天是穿這一件 你知道我們要來拍你賣場嗎 沒有啊 沒有啦他可能是想說再工作 對啊 穿新的萬一弄髒了對不對 那爸爸媽媽現在不在這邊 我就在想 你剛剛是應該有蠻多話想講 那你不好意思啦 現在他們不在 你好好跟他們講 你要跟他們說什麼 爸爸媽媽謝謝你把我們兩個養這麼大 其實我們很愛你們 但是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們表達 看你們這麼辛苦 我也只能就是做好我該做的事 然後能幫忙就幫忙這樣 然後我跟弟弟未來會繼續努力 朝自己的目標前進 讓你們有更好的生活這樣 我好想他當我女兒喔 這麼孝順這麼乖 又會幫忙 好 那顧長我們現在已經轉點 帶姊姊跟弟弟來到這邊 這是嘉義的一個購物中心 我們這裡面 妹妹來 妹妹來拿著 你拿著 拿著 這裡面有很多錢 你帶弟弟去百貨公司 你們想買什麼你們就買什麼 然後你們要買給自己 買給爸爸媽媽也可以 好不好 不夠你們就再這樣來給我們拿也沒關係 好 要幫我們打筒片 對不對 你們有這樣過嗎 沒有 過年的時候會買衣服還是鞋子嗎 會帶著你出來逛嗎 爸爸媽媽 我們過年沒有休息 過年沒休息 但是 阿公阿嬤爸爸媽媽都會給我們紅包這樣 好 那你們就去買吧 我們聊到這下去 我們開一下 怎麼那麼快 滿好 對啊 怎麼還剩那麼多 你們花多少錢 907 沒有啦 這裡有一萬塊錢 你為什麼不把它花掉呢 這些錢對我們來說太龐大了 不敢接受 對 以後你要還 你要當律師耶 你要當我們法律顧問耶 問題是我們公司要成立那麼久啊 不是 問題要我們公司一直出事 哇那你們買了什麼 爸爸的 掛護膏 然後這個咧 是什麼 就是 精華露 就是擦臉的 媽媽 媽媽 然後 然後我們店裡的掃把有點難掃 就有點 鼻鼻然後 會一直咬頭髮 啊 那你們自己咧 有啊 這是我的啊 我掃地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郭長我錄不下去了 啊 啊 啊 怎麼 怎麼那麼 你們都沒有自己想買的東西嗎 對 完全沒有自己想要買的 沒有 玩具啊 或是什麼 衣服之類的 真的想一下 我們還沒有離開 快點還有時間 啊 這 這怎麼辦 我覺得啦 對於他們家來講 可能物質的東西 他們覺得夠了就好 不然我 嗯 因為我不喜歡好像真的 一定要叫他們去買個什麼東西 因為 嗯 我想講的就是 其實我們也不認識 我們是透過網路上知道你們 然後你們有做這個節目這樣 然後我們也不可能平白無故的去 收你們的錢什麼的 嗯 就是很開心你們願意讓我們 做這件事情 嗯 對 然後 其實我跟弟弟就希望 我們將來可以 就是真的不用再為錢煩惱這樣 嗯 對 然後 就是爸爸媽媽 雖然有在為錢煩惱什麼的 但是他該給我們的都有給我們 嗯 嗯 我們先為店裡好了 那我們把這筆錢 就是一樣給爸爸媽媽 好 好不好 那我就OK啊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嘉義的中心快早 支持他們 人家啊 我們今天這麼乖巧的小孩 你還他媽跟人家流富品 真的是齁 對 不把他支持一下真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錢拿回去 給他爸爸媽媽 對啊 好不好 謝謝 好 真的沒有要想買的喔 我們要走了喔 沒有 弟弟你沒有嗎 確定 好 那我們就回去吧 好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很可憐 就是 對 就是我們不是覺得你們可憐 只是覺得 你們很乖 你們不會可憐 我們從不覺得 我們拍攝店家哪一個 是讓我們覺得可憐的 反而是我們覺得他們很堅強 然後你就我們覺得你很可憐 沒有 我們只是覺得很感動 我們只是覺得很感動 對 真的不知道怎麼錄 真的 愛 來 下個棒 來 回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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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爸爸媽媽我們剛剛跟故障 帶他們兩個去百貨公司 然後呢 我拿了這個紅包 裡面有一萬塊錢 跟他們倆姐弟講 你就盡量拿去花 哇 他竟然只花了900多塊 然後買的也不是買他自己的東西 弟弟 你買什麼 要幫你花 姐姐你買什麼 媽媽的保養品 然後姐姐自己買掃把跟笨 我們剛剛為什麼會想要帶他們去百貨公司 是因為我們剛剛進來 然後看到妹妹什麼衣服破來在穿 那我們剛剛就在車上妹妹也有講 他說我們沒有那麼可憐啊 那我也跟妹妹講 我說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說你們很可憐 反正妹妹剛剛在車上講什麼 他說爸爸媽媽該給我們的從來沒有少過 嗯嗯嗯嗯嗯 我們只是想要給妹妹一個鼓勵 我們也覺得他對家裡對爸爸媽媽很孝順 這是我們想給他們的一個獎勵 但是他們不覺得這個獎勵是用在自己的身上 反而是買了你們的東西 對 對 對 我只是他也不是覺得說你們可憐 他只是想要測試你們 蛤 嘿 我是不是也沒有那麼可怕 測試 我只是會覺得說能鼓勵他們 鼓勵他們 我只是希望他們喜歡的東西 嗯 就整包錢給他們當紅包了 蛤 好不好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至少可以補貼你們這一個月 一點點的房租啊或什麼之類的 這是因為其實是他的孝順 吸引我們過來 對 我們不是覺得說你們可憐啊 不是不是 大家都很辛苦 不是可憐 是辛苦而已 那真沒有想到 這小孩這麼懂事 給他這麼多錢 他竟然是想到要給爸爸媽媽 謝謝 我愛你們 恩 謝謝 謝謝